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的我们听这个故事以为就是传说 直到我家邻居的一个婶子失了踪 有人说她就是遇到了红花轿 被阎王爷抓走了 大人都说这个事情是假的 但是我母亲告诉我 她真就遇到过红花轿 我母亲遇到红花轿的时候是15岁 她夜里要去镇上赶集 走到半路就看到一顶红花轿 静静地放在路中间 那时候还是90年代初 交通不方便 在农村你想要买到好东西 就得赶早集 要是你骑晚了 甚至都有可能买不到 当然 买东西更是这样 赶早集要骑多早呢 这取决于你的路程 但一般来讲 走上一两个小时属于正常的 毕竟在我们那种地方那个年代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自行车的 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庄更是偏僻 她步行走到市集 最起码要两三个小时 所以那天半夜 就被我外婆早早地叫起来 用被篓背上了两只鸡到市场去卖 因为家里穷 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不上学了 她之所以要去卖鸡 是要给我舅舅生活费 我姥姥不让我舅舅去 因为她白天要学习 得多休息 我母亲揉着轻松的睡眼 从床上爬了起来 简单洗了一把脸 就背着鸡出发了 那时候已经入秋 天气变得清冷 虽然凌晨没有什么风 但是我母亲穿的是夏天的薄衣 所以依旧觉得动人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时候所有人都缺一小时 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 更何况一家人要紧着舅舅读书 所以在经济上就更解决了 好在那天比较清亮 高高的月亮挂在树梢 照得田野明晃晃的 也可能起得太早了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平常出村的路 咱们这都会有一两个半 可是那天就独独只有我母亲一个人 虽说只有自个 但是我母亲是不怕的 她从小生活在山间田野 下河摸鱼 上树抓鸟 也惯了的人 心里自然有一股豪气 豪气归豪气 可是一条路走得久了 一个人都没有 内心难免追追 而且两边的田地里 又种的都是玉米和高粱 一眼看不清楚里面不说 偶尔来一阵风 那屋边的青沙帐里面 还会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一开始还能说服说服自己 可是久了 连自己都不相信了 听着野鸡咕咕的叫声 感觉就像木腿老太太在走路 木腿老太太也是我们那边的传说 说是有一个老太婆没有腿 装的甲枝 使两个木棍走在路上嘟嘟地响 长大了知道是吓人的 小时候确实被吓得不轻 还有什么东西在青沙帐里跑 我母亲知道 大多是野兔或者其他的小动物 可是听那个声音 一会儿跑一会儿停 感觉就像有人蹲在里面似的 就连路两边秋虫的鸣叫 听在我母亲的耳朵里 都像有人在背后对她笑 这时候我母亲不敢停留 加快了脚步 可是脚步越快 我母亲就觉得她身后也有脚步声 一直跟着她 她走得快那脚步声就快 她走得慢那脚步声就慢 可是越是这样 我母亲越不敢回头 她只能在心里祈祷 然后又添加了很多胡思乱想的东西 就在这时候 她脑海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想起了红花轿的传说 这红花轿只出现在夜里 特别是一个女人独自走夜路的时候 我母亲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害怕 就在这时候 她前面忽然窜过去一个东西 这一下把我母亲吓坏了 直接一个跟头翻倒在地 等她爬起来 才发现路边坐着一只黑猫 那黑猫嘴里叼着一只老鼠 原来是野猫抓老鼠 我母亲虚惊一场 我母亲爬起来之后 把吊出被篓的两只鸡抓了回来 借这个机会 我母亲回头看了一眼 她身后的路上空荡荡的 除了清冷的月光 什么都没有 我母亲叙了一口气 心说这完全是自己吓唬自己 可是当我母亲背好被篓 正准备出发的时候 却发现她前面的十字路口那里 停了一座花轿 这座花轿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母亲根本就没注意 本来我母亲经历了野猫那一场 已经不怎么害怕了 可是这红花轿一出现 马上又紧张了起来 据我母亲说 当时的时间是凌晨三四点钟 虽然有月亮 但是身在野外 四周除了玉米就是高粱 而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我母亲看到出现的红花轿 实在吓得够呛 她亲口对我说 当时腿都软了 想跑 可是怎么都挪动不了骨子 荒野之中 我母亲待了好久 终于清醒过来 扭头向后边跑去 那简直是没命的跑啊 什么都不顾了 耳边就听呼呼的风声 连身后的背搂都感觉不到 我母亲也不知道跑了多远 反正累得不行的时候 这才停了下来 再跑也跑不动了 腿都抬不起来了 秋天的凌晨还是有些动人的 可是这一通跑下来 我母亲身上大汗淋漓 我母亲扶着膝盖蹲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喘了好久 她回头看了看 才发现那红花轿没了踪影 虽然红花轿没了 但是她背楼里的鸡也没了 鸡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她也不知道 在那个年代 两只鸡虽然不值钱 也能卖十几块 这可是我小舅的生活费 要是没了 她肯定要挨揍 而且我姥姥打人特别狠 甩巴掌都是恩赐 据我母亲说 我二姨的腿 就是被我姥姥打折的 打折之后 我姥姥还不给治 然后就瘸了 所以我二姨恨我姥姥 出嫁之后 从来没有回去过 所以这两只母鸡 要是找不回来 我母亲少不了一顿毒打 可是 想到那个红花轿 我母亲心里又害怕 在红花轿和母鸡之间 我母亲权衡了好久 最终决定 回去找母鸡 但是回去的路分外的艰难 我母亲一方面担心着红花轿 一方面被红花轿吓破了胆子 又寻思着路两边的青纱杖里 会不会有别的东西出来 但是 想到我姥姥的手段 我母亲又不敢退缩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好在往前走的路上 没有再看到红花轿 同时 那两只笨母鸡 因为脚上绑着红布条 没办法跑 正卧在路边的沟里 啄草子吃呢 我母亲看到母鸡很高兴 她跳下沟 把两只母鸡抓进被篓 又爬了上来 可是她刚从沟里爬上来 就见前方不远处的十字路口 那座红花轿又出现了 我母亲看到这个情景 有些慌了 因为她清晰地知道 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是网架的方向跑的 网架奔跑需要拐两个弯 而她已经拐了两个弯了 现在找到母鸡的这个地方 就是第一个弯的拐角处 她明明记得 这花轿应该是在前方那个路口 怎么现在到这来了呢 我母亲找到鸡的喜悦 马上又被恐惧所代替 这一下 她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可是不知道怎么办不行啊 得跑啊 我母亲清醒过来 扭头又跑 但是这一回可没有第一回那个速度了 因为确实已经累得够呛 大早上起来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吃呢 肚子里没神 刚才又跑了好远的路 脚上哪有力气 可是这一次跑也不像第一次那么恐惧了 所以跑一跑 我母亲回头看一看 那花轿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一动不动 看着自己离花轿越来越远 我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 脚下也慢了起来 当我母亲拐过一个弯 再也看不见那花轿的时候 这才停下了脚步 我母亲停下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两只笨母鸡还在不在 幸好两只母鸡还在 我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出了这个情况 再去赶急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往家走 我母亲又担心回到家挨揍 但是这时候就算挨揍 也没有办法 我母亲说 我姥姥真要打她 她也想好了 就实话实说 我姥姥不相信那也没办法 反正她肯定不愿意再往回走了 但是让我母亲没想到的是 她快走到前面那个路口的时候 发现那红花轿又出现了 这一次 我母亲真的有些绝望了 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让我母亲越过那座红花轿 我母亲是没有勇气的 所以我母亲唯一能做的选择 就是掉头往回走 不过这时候 她已经没有跑的力气了 我母亲想都不想扭头 就往来时的路上走 虽然不是跑 但是走得飞快 走的过程当中 因为太匆忙 还摔了一个大跟头 我母亲说 这时候她都想喊救命了 可是这大凌晨的还是蛮荒遍野 哪有人来救她 摔倒后 我母亲爬起来继续走 可是她不敢顺着原路走 她想绕路回家 绕的那段路要经过一片小树林 那个小树林里有很多坟地 平常她是不走的 因为村里的人都说 这小树林里不干净 这时候她已经顾不了许多 只能往小树林那里走 快到小树林的时候 我母亲心里想 这花椒不会又出现在小树林里吧 可是想什么来什么 我母亲走到小树林中间 那花椒果然就出现了 而且此时这个花椒门帘 还是打开的 里面坐着一个穿红嫁衣的人 脑袋上还盖着红盖头 看到这个情景 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 没命地往小树林外面跑 一边叫着救命一边跑 找我母亲的话说 那真是完命地跑啊 比第一次跑的速度还要快 鞋子都跑丢了 也不敢回去捡 好歹这一次比较幸运 跑出小树林拐上大路的时候 赶上邻村的一个旧老爷 也去赶集 看到我母亲又哭又叫 张牙舞爪的 还以为遇到了坏人 这个旧老爷年轻时候当过兵 什么都不怕 看到我母亲这样 一把把我母亲拉住 问出什么事了 这时候 我母亲又惊又怕 加上跑了上气不接下气 一直喘不过来 所以话也说得不利索 而且看到这个旧老爷 我母亲仿佛遇到救民恩人一样 又哇哇大哭 嘴里更说不出来话了 这帮这个旧老爷着急地 安慰了我母亲几句 我母亲这才缓和下来 但依然说不利索话 只是往小树里指 这个旧老爷心意横 带着我母亲推着自行车 回了小树林 在小树林里 找到了我母亲跑丢的鞋 但是除了秋风 树林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母亲穿上鞋之后 这才缓过境来 告诉这个旧老爷 说遇到了红花轿 这个旧老爷不信鬼神 所以听了我母亲的话 只说我母亲看走眼了 但是还是在树林里插着腰 骂了好久 说吓唬小孩子是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出来吓唬我 骂完了 这个旧老爷骑着自行车 带着我母亲上街去了 再及时卖掉了母鸡 我母亲揣着钱回到家里 把事情和我姥姥说了 我姥姥本来也不信 可是后来 那个旧老爷赶完急 专门又来我姥姥家 把早上的事情给我姥姥说了 我姥姥这才半信半疑 这件事情 在我母亲身上 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结束 那天回来之后 我母亲就开始发烧 虽然我姥姥比较凶 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带着我母亲到医院打了腿烧针 早上打完针之后 我母亲确实是腿烧了 可是依旧有点不清醒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到了下午 人又高烧起来 去医院看 什么症状都没有 除了高烧 医生看到这个情况 又给打了一针 可是这次就管到半夜 又烧了起来 我姥姥一看 琢磨开了 心说 这可能不是生病的原因 可能是撞到了东西 我姥姥就想起了 红花轿这个事 大半夜的也不睡觉了 和我姥爷 拖着我母亲 来到了邻村看事的家里 敲开门 看似的一看我母亲的状态 又听我姥姥说起 我母亲看到了红花轿的事来 连说坏了 说是让阎王爷给盯上了 让我姥姥解开我母亲的衣裳 开始拿毛笔 在我母亲身上写字 一直写了半宿 写得满满当当的 连手指 脚趾都不放过 写完字 在我母亲周围 摆了七个火罐 那火纸没命地烧 按道理来说 这么多火罐围着 温度又这么高 我母亲身上肯定热 甚至热得受不了才对 可实际上 我母亲迷迷蹬蹬地 觉得浑身发冷 还是一个劲儿的大哆嗦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了中午 我母亲这才醒转过来 但是醒过来之后 我母亲只觉得浑身发虚 想翻身起来都翻不动 看到我母亲醒了 看似的才松了一口气 让我姥姥把我母亲带回去 好好地补一补 不过我母亲说起这段经历 却不是这么平凡简单 我母亲说 回到家把钱 给了我姥姥的时候 还好好的 然后就开始有些发困 一开始觉得 自己迷迷蹬蹬地 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她一翻身就爬起来了 起来之后 我母亲往外一看 只见是几个 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 其中一个 还有她小时候的一个伙伴 只是 她那个伙伴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 后来发大水 说是给冲走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回我母亲一看是她来了 心里非常的高兴 就出来和她打招呼 问她这些年去哪了 过得怎么样 非常想的之类的 我母亲的那个伙伴叫小翠 拉着我母亲的手 喜笑颜开 说她也非常想她 两个人喜笑说了一会儿话 小翠的伙伴催促 现在赶紧上路吧 别时身晚了 我母亲听了她们的话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小翠就拉着我母亲的手 说要给我母亲介绍对象 这可把我母亲羞坏了 我母亲小小年纪 在家里一天到晚 除了干活就是干活 而且因为家里穷也没什么吃的 我母亲还有些营养不良 所以 关于对象这个事 我母亲从来没想过 如今小翠说起来 她怎么能不害羞 由此我母亲便拒绝了小翠 小翠却不依不饶 用力地拉着我母亲的手 往门外拽 我母亲抗拒不过 只得跟小翠走了 我母亲跟着小翠出了院门 却发现外面的风景有些不一样 路还是那个路 田野还是那个田野 树还是那个树 可就是不一样 具体哪里不一样也说不出来 到村口的时候 竟然还有一辆车在那里等着 那辆车也说不清楚是什么车 有些灰蒙蒙的 还有司机呢 只是那个司机脸白的有些吓人 在小翠的催促下 我母亲坐上了车 只是那个车座位有点硬 个的人屁股疼 我母亲上了车之后 小翠和她的几个伙伴 也围着母亲上了车 然后催促司机抓紧出发 司机发动车子 那车子一点声音都没有 却跑得飞快 那车子虽然跑得快 却没有一点风 那种感觉非常的奇特 我母亲说 就好像人坐在玻璃罩子里 往前飞一样 在车里 小姑娘们叽叽喳喳地 和我母亲讨论 说那个对象 长得多俊多么的有钱 家里还有好多好吃的 人长得俊和有钱 我母亲是不在意的 可以听说家里有好多好吃的 我母亲不淡定了 那会儿 一年四季都是那些吃食 甚至都有些吃不饱 一年到头 连口肉都吃不上 所以我母亲常年保持着饥饿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母亲长得又瘦又小 到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也没有胖起来 当这些小姑娘说 那个人家里有好多好吃的 有大家描述的时候 我母亲脑海里 全是各种各样的美食 不光脑海里脑补了 这些美食的样子 甚至连味道和气味 都想象到了 真的就是色香味俱全 而且我母亲还不争气 肚子一个劲的咕咕叫 听了我母亲肚子的叫声 小姑娘们都笑了起来 我母亲很不好意思 但这小姑娘安慰我母亲 说不用不好意思 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那会我母亲单纯 心里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要不然她听这些小姑娘说这一句话 仔细想想就能吓一大跳 我母亲和这些小姑娘坐在那辆奇怪的车子上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竟然到了一座城市 那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进过城 她也不知道城是什么样的 当时她以为 这个地方就是真正的城市 按照她的说法 那个城市里基本上都是三层小楼 也有高一些的 但不会太高 最多就是五六层 上面贴着白瓷砖 也有贴马赛克瓷砖的 但都是白色的 那个城市里也有树 只不过树的叶子枯黄枯黄的 就像要死了一样 要说这座城市也挺繁华的 人来人往 有骑自行车的 也有开车的 道路两边都是商店 只不过他们的牌子都是白底黑字 看上去有些肃母 我母亲还以为到县城了 问小翠 小翠含糊其词 说是就是到县城了 虽然我母亲那会儿不上学了 但是还是认识几个字 她总觉得街道上那些店铺起的名字 有些奇怪 像什么文昌阁 老百岁 百年春 我母亲总觉得这些名字 和现在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 而且满大街都是这种类型的名字 看到母亲一时间有点理解不了 但是我母亲毕竟涉事未深 所思所想都比较简单 她问小翠 小翠告诉母亲 说是现在县城流行仿古 所以你看到这些店铺的名字 都是仿照古代起的 车子进了城 又穿过了几条繁华的街道 走到后来 高楼越来越多 反倒越来越冷清了 我母亲还奇怪呢 说怎么这楼越高 为什么越冷清呢 小翠告诉我母亲 说这些地段都是有钱人住的 平常人不让来 所以显得冷清 我母亲听着稀奇 不过她现在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所以也没有奇怪小翠的话 车子在这些高楼当中不断地穿梭 终于在其中一座 看上去比较雄伟的楼前停下了 停车之后 小翠带着我母亲进了高楼 那高楼里面也是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那楼里面到处都是嗡嗡响 听着似乎有人在喋喋不休一样 进楼之后 小翠拉着我母亲 又往上走了几层 进了一个大房间 进了那个大房间 我母亲才知道 原来这是一家饭馆 饭馆里面人倒是不少 但是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吃饭 也不说话 小翠拉着我母亲 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之后 那几个小姑娘 也一窝蜂地跟了过来 等所有人都坐好了 一个身穿燕尾服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小翠让我母亲点菜 我母亲什么时候点过菜啊 拿过菜单来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最后还是小翠拿着菜单 指指点点 点了琳琅满目满满一桌子菜 菜上来之后 都是我母亲没有见过的吃食 分外的好看 肉香扑鼻 小翠招呼我母亲吃 但是我母亲非常的拘束 只顾着吃连前盘子里的菜 那是一盘青菜 别人也不吃 竟然让我母亲吃了个精光 一盘青菜 吃完我母亲还要吃点别的 谁知道 却发现小翠和其他的小姑娘 狼吞虎咽 一颗不停歇 满满一桌子菜 竟然让他们迅速吃了个干干净净 我母亲看小翠和小姑娘们 手上脸上全是汁水的样子 有些好笑 又觉得这些人 似乎许久都没吃过饱饭一样 一桌菜吃完 小翠让服务员把桌子收了 然后又问我母亲吃得怎么样 我母亲就吃了一盘青菜 肚子里有点空烙烙的 但是还是点点头说吃得不错 其实也没尝出什么滋味 所以正和我母亲说话了 这时候过来几个人 为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这个男人差不多有一米八开外 长得见眉心目 那么样按现在的话说 非常的有形 男人走到桌子前也不客气 拉了一张椅子就坐下了 扫了一圈之后 一眼就盯上我母亲了 然后冲着我母亲点了点头 我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男人坐下之后 和桌子上的女人说了一回话 转身就离开了 她走了之后 小翠问我母亲 这个男人怎么样 我母亲想了想说 还不错 挺好看的 小翠听了母亲的话 非常的高兴 跟我母亲说 你觉得还不错 那你们就成亲吧 小翠说完话 跟桌子上的小姑娘们 说了我母亲的想法 小姑娘们也都欢呼起来 拉着我母亲去梳妆打扮 说今天晚上要成亲 我母一听要成亲 吓了一跳 说这还没怎么样呢 就见了一面 就要成亲了 小翠说 那还等什么 像这样的男人 你可不知道 有多少女人想要 既然你还觉得不错 那就赶紧的吧 小翠说完话 一个劲地催促 我母亲去换衣裳 打扮打扮 晚上就把事办了 我母亲听了这个事 当时都忙了 她说 这才见第一面 话都没说几句 就要办事了 小翠和几个小姑娘说 那有什么呀 先来先的 千万不要犹豫了 他们说的话 有花言巧语地劝了 我母亲很长时间 最后我母亲也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被他们拥促着 又上了一层楼 楼上这一层 特别的豪华 我母亲也不知道 是干什么用的 几个小姑娘没说 他们拥促着母亲 来到一个房间 那房间特别大 却没有什么摆 只有一个梳妆台 和一面巨大的镜子 几个小姑娘 把我母亲 摁坐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 就给我母亲 书系打扮起来 一边打扮 小翠一边拿衣服 给我母亲看 问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那个衣服好不好看 在我母亲眼里 这些衣服都好看 一时挑花了眼 也不知道穿哪件好 就在我母亲 犹豫不决得时候 耳边忽然有人喊道 说彩礼都还没给 你嫁什么嫁 我母亲听的 这个声音有些熟悉 可是一时间 又想不起来是谁 但是觉得是这个道理 这彩礼都没给 怎么就能嫁人呢 不吉利呀 我母亲就跟小翠说这个事情 小翠说彩礼马上就给 我现在去吩咐 让人给你家送彩礼 送完彩礼 不就能结婚了吗 我母亲也傻 觉得也是 送完彩礼 不就能结婚了吗 然而 我母亲一有这个念头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说道 有彩礼还得提亲啊 定日子呀 白酒席呀 我母亲听到这句话 又有一些迟疑 跟小翠一说 小翠那边满口答应 说你放心你放心 我这就让人去提亲 提完亲 不就能结婚了吗 我母亲觉得也对 可我母亲这个念头一气 忽然觉得 脸上啪的一声 挨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在脸上 火辣辣的疼 可是我母亲 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巴掌 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左看右看 除了小翠就是这些小姑娘 还有给她舒系打扮的人 要说这些人打她 她肯定知道 可是看了一圈 这些人各忙各的 也没人理她 这可把我母亲委屈坏了 就在我母亲委屈的时候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说我怎么能有你这么傻的外孙女 我母亲一听这句话 一下想起来了 说话的人 就是已经去世的外婆呀 那个声音怪不得这么熟悉 却又想不起来是谁呢 我母亲小的时候 和她外婆还生活了几年 但是长到七八岁 就被我姥姥给接回来了 回到家不久 她外婆就去世了 知道外婆去世的消息 她还伤心了好久 去参加外婆丧礼的时候 她跟着大人一直哭 如今又听到外婆的声音 我母亲还挺奇怪的 心说外婆不是去世了吗 但是当我母亲这个念头又起来的时候 脸上又挨了一巴掌 那一巴掌打完 我母亲外婆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脑子不开窍呢 我要不是死了 你在这能见到我 我母亲挨了她外婆一巴掌 又听了她外婆这句话 自言自语道 外婆 你在哪呢 我怎么看不见你 我母亲这句话一说完 周围的小姑娘也都听见了 纷纷问我母亲出什么事了 特别是小翠 看到我母亲哭还安慰她 说你都要结婚了 哭什么呀 这些人说的话 我母亲置若罔闻 她就想知道她外婆在哪里 在这时候 她外婆还说了一句 你真想见我 我母亲点点头 说道 外婆 我真想见你 那个声音说 那你见了 我别害怕呀 还没等我母亲说话呢 她就发现周围的情景开始变了 这豪华的房间也没有了 这高楼也消失了 周围的情景变成了一片旷野 而她此时竟坐在一个高高的土堆上 她周围的这些小姑娘也都没了人的模样 一个个不是烂了半张脸 就是浑身只剩下骨头架子 特别是小翠 身上已经连一点肉都没有了 拯救一副干干净净的骷髅 那骷髅头上还飘着几撮头发 而且在她身前也站着一副骨头架子 只是这副骨头架子身上的肉还没有烂光 还有半张脸能看 从这半张脸上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模样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她已经死去的外婆 虽然我母亲认得这是她外婆 但是这个情景已经把她吓得魂不附体了 甚至都忘记了叫喊 后来的事情我母亲就记不得了 她也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回来的 而且那个情形是真实发生过 还是做梦 她甚至都嫌分辨不清 我母亲遇见红花轿的事情 不光她村子里的人知道 我父亲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 可以想象当时的传播度 据我母亲说 她不是唯一一个碰见红花轿的人 但是她是为数不多 碰见了红花轿还能回来的 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叫尔压的 尔压比我大不了几岁 但是按照辈分我要喊她姑 尔压小时候跟我还在一个学校上过学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 她上五年级 后来她上初中走了 见得就不多了 再后来就听说她碰见红花轿了 尔压长得很好看 个子也高挑 容貌也俊美 放到现在随便搞个短视频 分分钟就能火的那种 但是初三那一年 尔压碰见了红花轿 那时候尔压父母都在城里打工 她是和奶奶一起生活的 尔压还有一个姐姐 也和父母进城打工去了 虽然奶奶对尔压不错 但毕竟是农村人 促之大业惯了 心没有那么细 那时候出中部在街上 我们村离街里不远 放学之后 骑个自行车回家 也就二十分钟 所以我们读出中时 上晚晚自习 都是骑自行车回家的 极少有住校的 再者说了 住校还得交助教费 又是一笔钱 二压就是上晚晚自习 碰见红花轿的 那天班主任找二压谈话 聊得有点晚了 所以二压回去的时候 是自己走的 回家的路上 二压就碰到了红花轿 但是二压并没有害怕 走过红花轿旁边的时候 二压还踢了红花轿一脚 回到家里 她就把她碰见 红花轿的事情 跟奶奶说了 当时奶奶也没怎么当回事 但是到了半夜 奶奶就听外头 有敲锣打鼓的声音 还有人吹唆呐 她奶奶被吵醒之后 还以为是谁在外头 听收音机呢 因为有时候村里的老头起得早 身上就挂个收音机 出来走街串巷的瞎溜达 那收音机里头 有的也会放锁那群 但更多的放的是戏曲和评书 二压奶奶起来之后 还想出去看看的 可是瞅着外面 黑漆漆的天 就打消了出去的念头 可这时候又尿急 就想到院子里小姐之后 接着回去睡 可是她还没有出门 却发现房间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 在家里只有她和二压 她还寻思使二压出来上厕所呢 她到了院子 真看到了二压 只不过二压没有上厕所 正在去开大门 那时候娘俩生活在农村 家里又没个男丁 她奶奶睡觉之前 就会在里头用把锁把大门锁上 这回二压正使劲地拽那个锁 瞅那个样子是想出去 二压奶奶就来到二压身边 问她 这么晚了 你干啥呀 二压语气还特别着急 说我我要出去 婆家的人来接了 不能让他们等太久 二压奶奶听了二压的话 又好气又好笑 还以为这孩子睡觉睡迷瞪了 自个儿说梦话呢 二压奶奶说 什么婆家的人 赶紧回去睡觉 杨首给二来了个嘴巴子 拽着二压 把她推推桑桑地 推屋里头去了 二压奶奶把二压推屋里头之后 才发觉不妥 因为这回她听清楚了 那敲锣打鼓 以及唢呐声 就在自家墙外呢 老太太本来还想起 伸出去骂两句 可是二压叽叽咕咕地 不愿意睡觉 这把她的火气 给撩起来了 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脾气又急 到年纪大了 一点都没有受敛 此时她这个孙女 在这不睡觉 一生气 一脚 把她孙女 给踹了一个大马趴 这一脚也不知使了多大劲 从床边踹出去好远 老太太一脚踹完 那二压就趴在地上不动弹了 老太太看二压不动弹 还担心呢 心说是不是使得劲太大 这一脚给踢死了 可是当老太太来到二压旁边 这才发现 这丫头非但一点是都没有 竟然趴在地上睡着了 老太太这可气坏了 没有管倒在地上睡着的二压 直接回屋睡觉去了 老太太一觉醒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 去喊二压起床上学 可是到了屋里 才发现二压早就起来了 穿得整整齐齐的 瞪着两个大眼珠子 坐在床旁边 老太太就喊二压的名字 可是喊了几声 这二压根本就不理她 老太太还生气 本来还想跟她动手来的 可是打了几巴掌 这二压依旧不声不吭 老太太还说你给我拧上劲了 可又打了几巴掌 这姑娘依然不言不语 老太太这才觉得出了问题 后来找人一看 才知道自己孙女傻了 二压怎么傻得没人知道 连老太太都不知道 但是老太太把那天晚上 听到二压说遇到了红花叫 又说半夜听到外头敲锣打鼓的声音 村里的人都说 这二压可能让阎王爷给找去了 但是事情办了一半 被他奶奶给叫回来了 但是叫回来 阎王爷不拉倒啊 就留了二压一魂一魄 所以二压变成了傻子 关于我邻居的婶子失踪的事情 一开始有人说是 也碰见红花叫了 但是没过多久 那个婶子的两个闺女 也一前一后地失踪了 村里的人都觉得蹊跷 虽然有人继续坚持说 这两个闺女也是遇见红花叫了 但最后还是有传言 说是闺女的继父把两个孩子给杀了 但是因为在农村 这种事情也没有报警 所以最后根本没人管 不过开了春之后 有人啃慌的时候 在我们村西边的芦苇荡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最后警察来了 一查是那个婶子小闺女的 那会儿尸体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警察把她继父抓走 一婶什么都招了 原来不光是这两个闺女 连那个婶子也都一并被这个人给杀了 当时这个人都准备再娶一个媳妇了 彩礼都给了 拿了彩礼的人家知道了这个事情 吓坏了 都说姑娘幸亏没嫁 虽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红花叫的传说 在我们那里依然没有停止 时不时的还会听说 谁家的姑娘半夜在荒郊野外走道 碰到了一座红花叫 停在路中间 然后这个姑娘就被红花叫接走了 好 这么多 词